当窄窄下班的时候 将会打开 昂的开关 窄窄下班中 昂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窄窄下班中 我是阿直 我是啪啪熊 大家今天看漫画了吗 看了看了 呀我们今天要推荐的这部啊 是啪啪熊推荐给我的 然后我看了觉得相当的 有点惊艳的有趣作品 我当初会看到这部作品 是因为在安利梅特看到的 就是我就那时候拿起来 然后就发现 哦 敷面黑黑的 然后看那个简介 有秘密耶 好像有点酷 然后所以就 就是后来就把它看一看之后 就觉得不知道阿直喜不喜欢 所以我就推出去了 然后阿直我看了觉得说 因为我有去看啪啪熊写的心得 啪啪熊那时候说 他看第一集单行本 因为现在台湾才代理两本 然后啪啪熊看完那个 第一本单行本 他说他第一集看的时候 有一点觉得 看不是很懂怪怪的 有点不太理解 后来看到第二集就觉得 哦 很有趣 然后我心里想 哦 是这样吗 那我也来瞧瞧 然后我就看了觉得 嗯 我懂为什么 啪啪熊会这么说了 因为这部作品里面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强调 角色魅力的一部作品 然后它的第一集 真的只是让你去认识 这个 这个 算是主角吗 就是我们的 这整部作品的核心人物 就是一个老板 他没有名字 他就叫他老板 对 这部 我还没有讲这部书名叫什么 先讲一下好了 我们今天要推荐的 这部漫画呢 它的书名叫做 魔物夜化 嗯 我那时候听啪啪熊说的 这个原因 然后我就发现 第一集真的是 呃 微妙 他是把这个主角 叫做老板 他们叫他老板 对 老板 对 叫老板 然后这个老板 因为没有名字 然后第一集主要是在描述 这个老板 比较偏恐怖的一面 一直到第二集吧 才会比较表现出 这个老板 他除了恐怖跟残忍之外 他还有温柔的一面 对啊 然后还有一些关于 那个灯火 就是那个秘密跟秘密有关的一些细节 对 我们刚刚有讲这部 这部作品 他叫做魔物夜化嘛 我觉得 他就跟这个书名很像 因为这部作品里面 从头到尾 几乎登场的都是 魔物 或者是跟魔物有相关的人 嗯 而且他 我觉得他每一画的标题都很有趣 因为很多的作品都会 在标题 就是类似预示说他这一个章节是要讲什么 可是他每一画的标题是 前面都是画术 比方说一怪 二怪 三怪 然后但是 你读到那一画结束之后 他才会 你才会知道他这一个怪是指什么怪 哦 就是他把之后 对啦 这个 我觉得可以从头介绍一下这个故事 对 因为 这个故事 他是讲说有一个很神秘的民宿 他这个民宿叫做重云屋 然后呢 这个重云屋呢 它是一个 不存在于县市的一个 算是奇异空间 有时候会有 客人们会前来此处 一般来说都是妖怪的客人比较多啦 但是 偶尔也会有人类的客人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你来到这个地方呢 老板他跟他员工 就会尽全力的招待你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就是吃饭 休息 泡温泉 玩耍 干嘛都可以 但是呢 他只会跟你收取你的秘密 作为那个住宿费 对 而且我觉得他这一个民宿 算是一个 非教战区嘛 就是如果有怪物跟怪物 或是怪物跟人类在 就是有一些纠纷 或者是他们彼此之间在互相追逐 的话就是进到这个民宿 是不能有任何的 就坦白说民宿会保护进来的这个怪物 客人啦 我们会保护客人这样子 进来是客人 所以 我觉得 为什么我一开始会说 我觉得一开始第一集是展现出这个 这个老板的残忍 是因为 你知道啊 当你来的客人啊 如果没有秘密的话 他就帮你制造秘密 我会想 我这强迫推销呢 你这真的很强迫推销 我那时候看完第一话 我内心就这么OS 就说 你这个人会不会太强迫推销 既然你没有秘密 我就帮你制造一个 对啊 然后我那时候就吐槽他 后来就是 看了第一话第二话 然后一直看到第二集的时候 就觉得 我内心有点被触动到了 对啊 我觉得他第二集才有趣了起来 可是东力一直没有出第三集 然后很神奇的 很神奇的是第一集还买得到 但第二集目前缺货 就 不知道怎么说 日本那边好像出到十几集了吧 十二是不是 出到十二 所以其实我就在想说 他们可能 我不知道 希望他们可以出啦 因为不然就是 这集数落差也是有点大 我觉得可能 一是从风格跟画面吧 因为他看起来 有点像BL漫画的感觉 没错 而且他里面男生角色很多 而且第一集我是不懂 就是老板是在漏什么 是漏吗 也不是他 就第一集 第一回老板就几乎 就一直全裸上阵 然后一直在卖弄他的肉体 我就心里边吐槽 为什么你要一直卖弄你的肉体 对 对 我就想说 就是这种 这种部分可能会让人 有点得多巴 就很容易劝退 但其实他是一个蛮 我觉得男性阅读也OK的作品 只是就是 人家会觉得 会不会抚慰太重 但是 但是就故事本身 他蛮有趣的 他真的蛮有趣的 对 男性角色还是太多了 吐槽一下 我也觉得 然后 其实我觉得他每一集的封面 对我来说 就是过于华丽 我的眼睛都不知道放哪里 他颜色也有点多 华丽还好啦 因为封面我觉得没关系 他里面的主基调 还是以黑色为主 对啊 黑白为主就还好 就很浓的夜色 然后里面登场 老板是一个正体不明的存在 对 正体不明 他可以变成任何的样子 但是他大部分是以一个 美少年的形象出现 但实际上他可以变成 男男女女或随随便便 对 但是随随便便 总是随他高兴的肉体的形态就对了 然后最大的特征就是他总是会提着一盏灯 这是他的最大特色 没错 那个灯好重要啊 对 然后那个灯就是所有客人的秘密 他就是负责从客人那边拿到秘密 然后保管秘密 照顾这些秘密这样子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算是主轴吧 就是好像连老板都在寻找他自己的秘密 我印象中 这个应该说 他是说你们可以来寻找我的秘密 老板把自己的秘密藏起来了 这样子 里面的话很多是他的员工 因为他有 老板他现在底下有两个员工 是一只土蜘蛛跟一只蝴蝶 然后蝴蝶的话 他是在死人尸骨上诞生的 算是纯粹的妖怪 土蜘蛛呢 则是从人类 因为肉体腐败 然后被跟土蜘蛛结合成的 半人半妖怪的存在 那这两只就是跟在老板身边 好像他们也有各自的秘密 但是他们也不知道什么目的 而跟在老板身边 总是就是你看不出来 但是我觉得就是那种 充满了暧昧的抚慰的这种设定 让我们看得有点奶酪 但是故事本身很有趣 对 没错 没有啦 其实我觉得他抚慰就是 没有到很明显 但是我知道就是 如果是妇女来看 应该就会觉得很腐吧 对啊 还有那个驱魔师的青年 那个故事 他在第二集的那个 那个手法 我非常喜欢 可以啊 最后面那段 整个 哦 好痛 然后我觉得很爽 就是我觉得 从第二集 第一集的话 你只会感受到 这个老板的残酷吧 跟他那种冷漠的地方 然后甚至这种就是 你没有秘密没关系啊 我帮你制造秘密 这样就有秘密了 等到让你觉得 哇这个人好讨厌哦 可是当你看到第二集的时候 就会发现到说 其实他对 怎么讲 入他演员的人 其实很温柔 你不觉得吗 对啊 没错 可是他的温柔方式是 魔物的价值观的温柔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是我 我对你的温柔 但是你可能不见得 觉得这是温柔 对 对对 就是 然后你要能够理解 这是老板的温柔 你就会觉得 啊 你这个真是温柔 对 价值观跟人类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就是 对啊 就有点魔幻魔幻 然后有秘密 有点悬疑 嗯 我个人是很喜欢啦 希望可以看到第三集 有希望吗 它是个挺有魅力的作品 就是 它有它这部作品 它独特的氛围 跟它独特的魅力 然后 画面上的话 也是偏精致吧 不过就是 用色很浓 很多墨 那每个人都是谜语人啊 讲话都讲一半 没错 我就想说 你们把话讲清楚 因为要有秘密啊 对不对 要有秘密 好 然后就搞得 搞得很云里雾来 有点说 你们讲清楚好不好 但是又觉得 好啦 这就是这个故事的主基调 话都不讲清楚的 对啊 就是 有些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些读者 看不懂耶 例如说像 雪女的那一篇吧 就第二集第一回 里面那个土蜘蛛 原本还要追根救敌 然后还被我那个老板吐槽说 不要再这么不适趣了 这样子 这其实 如果只是 对啊 我是觉得如果读者来看的话 应该是 可以看得懂 到底两个人的秘密是什么啦 然后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个 我觉得那篇的表现 其实我很喜欢的 我也是因为看到那篇 觉得 蛮有趣的 对啊 蛮触动的 然后接着下一篇 是那个青年的 我也觉得啊 有点触动 真的 所以我就觉得他 正要开始精彩的时候 就 没有第三集啊 可以理解为什么 好像 我从看第二集 我就会觉得到说 为什么日本那边 可以出到12集 对因为他的魅力 就是从第二集开始 我觉得那 其实以这样整体来看的话 第一集等于是在交代角色 对 他只是把几个角色的特色 交代出来而已 对 而且甚至连第一集出现的 一怪里面那一个人类 我本来以为他只是一个过场 没想到他第二集 其实还有的出现 他看起来只会变成一个配角 配角 重要配角 一直登场的样子 对对对 对啊 整体来说我觉得 他有他独特魅力在 大家可以试着看看 我觉得蛮有趣的 没错没错 嗯 因为其实 其实我那时候在 看第二集的时候 因为他里面有一个 因为刚刚阿子有提到说 这个作品里面有两个手下嘛 那这两个手下就有一天突然发现 有前辈 就是毕业的学长 其实我觉得 像他这样子呈现出来的时候 我就会想说 所以他等于说 是类似什么栽培所吗 还是什么 就是类似什么 中途之家之类的 就是才刚诞生的怪物 然后他就有兴趣的 就先待在身边养 直到他们可以自己 独立之后 就把他们送出去 我自己一瞬间 有这样想啊 其实我原本是在想 因为这部的氛围 让我联想到 是那个Clamp的那个 XXXHolik那部 哦 我没看过 那这是念XXXHolik吗 就是玉子小姐 如果你喜欢 魔物业化的话 或许你可以看一看那部 好耶 就是Clamp的作品 嗯嗯嗯 对 那部的话 它也是一个 一个奇异的实现愿望的商店 然后跟那个商店的女主人 然后有那个 去那边打工的一个少年 这样子 类似这样的故事 Clamp的画风很漂亮的 对啊 我是想说 因为原本我是想说 如果魔物业化的话 应该会比较容易 联想到那个 不过 Clamp的作品 呃 就那样啦 嗯 开过的就知道啦 对 自成一个 有兴趣的话 啪啪熊可以看一下 因为会让我联想到那个 但其实应该还有其他 其他更 因为如果这个 这部作品如果以酸梅来讲 应该算是魔法商店类 那一类的作品吧 我们之前有开过一个系列 就是那个 实现愿望的 魔法商店类的那种作品 哦 那这部它比较算是逆向 就是你来这边消费 然后你要付出秘密 这样子 嗯 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应该说其实 啪啪熊那时候 看第一集的时候 会有种 这个设定 其实好像蛮常见的 呃 感觉 哦 因为夺取秘密 就是好像有一些元素 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有种 好像哪个地方也看过 类似这样子的方法 只是它有它自己的材料 跟就是呈现方式 是是是 确实会有一点 似曾相似吧 就是像 对 你看那个和服 穿着和服的少年 美少年 对 大家都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 你是说这个元素太多了 是不是 就 不是哦 我其实真的就是很想吐槽 说就是他们到底是有多喜欢和服美少年 因为我看到我就是很想吐槽 所以我已经看了很多了 可以换别人吗 哈哈哈哈 还是他们喜欢这种style 就是有点东方东方的这样 不知道耶 不知道耶 不知道 还是你喜欢 你喜欢穿着和服的美大叔之类的 如果是女生 我可以接受啊 那这样你真的应该去看一下 叉叉叉猴里肯 好哦 好 那 有点好像有点聊歪了 哈哈哈哈 就是变成延伸 就是在讲说这部作品跟哪些 类似 不过这部作品里面 他真的提到不少妖怪啦 就是 魔物夜话里面 他真的不愧是魔物夜话 但是 你看到后来发现 最可怕的感觉是老板耶 因为真的很琢磨不透 然后每个妖怪都怕他 哦对啊 老板好可怕 可是我也其实也很好奇 那个灯火 就他为什么要这样子 照顾这么多灯火 就是 这可能也是一个秘密吧 他不是说 他不是说 他只对秘密感兴趣吗 其他什么都不屑一顾 啊 好像是耶 对耶 第一期就讲了 他对 他对人类金钱没有兴趣啊 他对人肉也完全没有兴趣啊 他对性爱也完全没有兴趣啊 完全没有兴趣 对 他对秘密最有兴趣 对 所以 来秘密来换吧 如果你没有秘密 没关系 我帮你制造一个 强买强卖耶 这个人 真的 而且你不交出去 你也没办法离开这个民宿耶 对 你就是 你来消费 你怎么可以不付钱呢 对不对 虽然我的钱是秘密 这种强迫推销就很像 这样讲 这样讲好吧 就是 有时候在车站 就是会有可能 什么 说什么 他是什么艺术大学的 然后设计那个 什么钱包啊 鉴笔盒啊 然后就硬塞到你手上 然后叫你偷钱付 这种好讨厌哦 这种应该直接 直接报警吧 这个 还给他 然后说不用 谢谢 对 但是这个民宿就没办法进去了 你就是能交出你的秘密 是啊 哎 总之是 我觉得 我觉得是蛮 蛮值得看一下 就如果大家看前第一集 好像有一点 有点觉得怪怪 大家可以看到第二集 我就看到第二集 应该会觉得 哦 感觉有趣起来了 这样 对啊对啊 真的真的 第二集比较 很不错 不过因为出版社是东力 所以如果这部没有动画画的话 大家也没希望了吧 哦 心通了 好吧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要抱持的希望 对不对 嗯 抱持的希望 希望他在某一天突然之间有个编辑 喜欢这部作品 然后把它继续出 或者是哪一天他突然动画画了 然后东力就 那就再多出个一两集看看吧 这样四个水温 嗯 希望 希望 好啦 我觉得有点闲聊太久了 好哦 OK 总而言之 我们今天关于这部 魔物业化的推荐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上班 上班 我们要工作 上班了 回去回去工作